1952年6月的一天 在吉林沿边郡村区公安八十四团的指挥部里 正在值班的军训部部长吴亨摩 收到了一份紧急情报 在长白山天池一北地区空中和地面 发现有互相照射灯光的奇怪情况 另外 有人在和平营子捡到有英文单词的帆布 上面也有USA Army的记号 此时此刻 抗美援朝斗争正处于尖锐复杂阶段 吴亨摩判断 美国间谍机关已经派遣特务降落到长白山天池地面 由于谍情严重 吴亨摩当即决定 亲自率领两个牌开进长白山天池脚下的老浪部护林站 计划在敌人的阴谋尚未得逞之前将其一网打尽 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敌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那年的长白山正遭遇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雪 滴水成冰 雪身起腰 吴亨摩率领队伍 顶峰冒雪 经过一整夜的强行军 到达长白山天池脚下的老浪部时 忽然发现 西山岗上空飘起屡屡青烟 吴亨摩立刻指挥队伍 从三个方向朝目标铺去 从右路包抄的队伍 在南面灌木丛搜索时 突然 迎面遇到了两个扛木头的陌生人 陌生人随即转身朝灌木丛中跑去 我军一名侦察员开了一枪 枪声惊动了其他特务 吴亨摩立即命令队伍 迅速悄悄地冲上山岗 那么吴亨摩就跟上了这个人 跟着这个人实际上一直走到了 他们特工的那个隐蔽的地穴的 这个位置 那么吴亨摩冲过去 开了枪 那么经过这样的这个激烈交火之后呢 应该说把这一部分 对方的特工基本上全见了 包括他的大队长和情报员 都被当场生死 就在大家以为反谍战已经取得胜利 暂时告一段落时 三个月后的一个电话 又让战士们的神经 再一次紧绷起来 9月底 吉林长白山安徒县公安局传来消息 一个自称叫李军英的人 向公安机关主动自首 他画名呢 是普京武 当年呢是44岁 这个人是辽宁辽阳人 为什么把他空投过来呢 就因为他是东北人 在当地呢 这个讲话的口译也比较相近 容易找到关系 这个李军这个自首呢 说的不好听 实际上是动恶交价 找不到这个街头人 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那个 找下面急震的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求一条活命 吴亨摩将此事 与三个月前 对空投特务的围剿行动 联系起来思考后 马上意识到 这次他们面对的 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 周密策划的一系列间谍活动 审讯的结果 证明了吴亨摩的判断 据李军英交代 美国中央情报局 已陆续向中国吉林地区 空投了四批特务 其中的文队 就在吉林沿边老岭山地区活动 那么 美国中央情报局 是个怎样的机构呢 它在中国境内 连续空投特务 究竟要干出 什么罪恶的勾当呢 没有 没有